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十方同聚会 各个学无为 此事选佛场 星空及地归 作为大德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放开手脚 任啃腾 今天是打期 第二个期的第六天了 明天大家要打九座 从零点开始 三座连在一起 六个小时 三次 这九座呢 全部都修第四印 不修第二印 这个在我们法本里面有讲 打九座 三座 可以满足你的一个大愿 就是 一个小时 我们 持咒大概 是 六百 六百遍左右 两个小时 一千遍 十八个小时 就 一万遍 所以 如果你一天之间 能够持满万遍 持手印 聂咒 一定能满足你的一个大愿 所以诸位 你想想看 你最深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明天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但是 不要急于求明天马上兑现 也可能马上兑现 也可能呢 最深总会兑现 你如果想求成佛 也可能马上明天就立即成佛了 但也可能 再对身成佛 但也可能你发愿就是 今生不成佛 要来生再成佛 我们先度众生再成佛 众生没有度完 我们不成佛 那你就一下子成佛不了 所以这个 九座啊 是非常辛苦的 十八个小时 这个一座做六个小时 做三次 三六十八 正好是六根六成六十 三六十八 我们就把整个身心世界 都要全部交出去了 所以辛苦一点 也没有辛苦的人 也不用太担心 所以佛经里面说 我们可以满足一个愿 如果能够把十八戒扔出去 在我们的生命中 任何一个愿 都一定能够满足 这个很奇怪 无论 无论你追求世间的事业成就 还是 是希望得到的出世间解脱道和菩提道的果报 你只要真诚 你只要真诚 恳切 发这个愿 通过 这个 打坐 接手印 更关键的是 你要持重 据我所感受的经验是 金刚词的加持力最大 但我发现在说的之外 基本上都是默念好像 为什么大家都默念 金刚念的人这么少 说明有一个原因 大家都贪足禅定 省力 不捏出来 或者说嘴唇不要动 那个省力很多 感觉心会静很多 我们自以为静了就是好事 其实也未必 我们每天都在算计来算计去 我们这个花钢眼脑袋 上来算去还是花钢眼 就是你一个凡夫的心啊 你再怎么算计 再怎么去绞尽脑子 觉得这样好 那样好 你想进了 想破了脑袋 还是个凡夫的破脑袋 所以这一点呢 恐怕在修行路上啊 只有你慢慢地走过来 才知道 前面走了太多的冤枉路 动了太多的冤枉的 这些起心动念 但是只要方向明确 我们要从这里断念过来 总也要吃点亏 这个世界没有不吃亏的生命 总是要花点精神 花点力量 所以这个打击的最后一天呢 这个能够满足一个大月 这是佛告诉我们 那我们平常摆坐以后 在家里如果有时间 逢到这个大月的十五日 一般大月十五日 就是这个月有三十天的 这个月的十五日 如果你能够静下心来打九座 也可以满足你的一个大月 那这个大月的十五日呢 打九座呢 要打过七的人才可以打 没有参加打七的人 还不能打九座 打九座无效 那可以增加定力啊 这是修到这个 事项上的一个规矩 它主要在项上有一点 但是佛经里面呢 有跟我们讲 就是九座的功德啊 就是满万变的功德 就在这万变当中 你念念不忘记你这个愿 念念不舍弃你这个法 就是愿与法相应 法与心相应 这样呢 只要你身体能持咒 而身体能够结硬 手能结硬身体不动 然后思想呢 就是跟愿相应 不忘记自己的本愿 然后口业跟咒相应 这个善秘加持啊 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 所以大家要 有一点动力啊 看看自己 到底你想要的是什么 到最后你说我什么都不想要 到时候你打完你就什么都没有 你别后悔就行了 有些人什么都没有又后悔了 总想有一点东西 带点礼品回家 好交代是吧 出来那么艰难 所以 这个 在最后一天修九座之前呢 我们要 好好休息 把自己的身心啊 调节好 什么样调节才算 调节的最好 我们现在有一个心理学家 就告诉我们 就心灵啊 也放松 我们所有的心理疾病 都来源于紧张 紧张的原因 是出于 集体心智的障碍 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有心智的障碍 心智就是你的思维模式 你的智力有问题 我们说你的智力有问题 我们觉得他是骂我 我不是弱智是吧 但实际上呢 每一个人的心智啊 都有他非常狭隘局限的那一面 不管你认识的多少内容 多少道理 记住了多少知识 学了多少学问 就是你的内心 所呈现出来的那个世界 一定是在十方法界当中 在这么多众人的学问当中 你不但是九牛一毛都不如 而且是大海一水都不如 这非常微少的一点点 那我们就秉持这一点点的知识学问 而展开来对人生 对世界的评判 判断 决定 下结论 说我是幸福的或者痛苦的 说世间这个是好的或者是坏的 这肯定会有严重的问题 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生命的全部 以下的结论肯定是局限的相对的 这是一部分的这个结论 所以这个心智的障碍呢 会导致我们生活的很多麻烦 如果你认识的少 但是不障碍自己 倒没关系 为什么会有贪欲的心感觉到烦恼 而称恨的心同样也是烦恼 因为贪欲的称恨生起来 我们就把自己停留在这个非常狭隘的思想观念当中 很简单的 局限的一些价值观念 影响到你的心理 所以变成心智上的一种障碍 你的生活反而更加痛苦 更加烦恼 那么集体的心智障碍呢 就更加严重了 就是一种流行的社会风气 或者是一些民族情节 它也是非常的假局限 受自然环境 整个生活环境 人文环境种种影响 这些影响下来以后 我们大家都会习以为常 以为人就应该这样 工作就应该这样 思想就应该这样 所以这些心智上的障碍 使我们的心理失去了平衡 生长 生长了很多心理的疾病 我们不是说现在大家都知道 修行心理都没有太痛苦 就没有心理疾病 其实凡夫众生最大的问题就是心理疾病 他的内心没有认识到心的本来面目 你想想我们作为一个人 我们居然不知道我的心是什么 这不是毛病是什么 就是我们都不知道自己 每天这个生起妄想 想做事情 到底谁在指使你在做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要这样想 你凭什么会生气 凭什么又感到高兴 最切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 都不知道 只意味着想满足自己 跟别人对比一下 别人怎么样 自己怎么样 所以这种种现象 足以表明我们大家的心理 实际上是有严重的问题的 不自在的心灵 就是有心理疾病的心灵 所以观音菩萨说 观自在菩萨 行身般若波罗弥多时 照见无因皆不能度一切苦恶 那这他就心里没有障碍了 平常的人心里都有障碍 一旦心里有了障碍 那么他的手脚就变得笨手笨脚 做起事情来呀 总是瞻前顾后 动者得救 揪就是揪由自取的揪啊 你一动你就错了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到位 不管处于什么环境 什么状态当中 身心总不得安宁 原因就是自己的心里没有治疗好 一动心一动灭就发生问题 就出现问题 所以当我们如果想看到身心自在的人 那么首先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啊 要能找到这个错误的根源在什么地方 那我们打起全部的目的 就想把这个根源找到 彻底看到一切痛苦的来源 从哪里来 一定要从自己的内心深处 根源的地方找问题 外界的错误啊 都没有真正的错误 外界的是非也没有真正的是非 所有一切外界果报好坏 都来源于我们的最内 一内心 我们内在的这一内心 而这一内心 你不得自在了 你就打开一个不自在的世界 所以我们这个 现前的这一内心 是束缚的 是烦恼的 你就一定会笨手笨脚 你的手脚一定不马力 手脚是代表什么 手就是做事情 脚就是你走路 就你的人生的道路啊 你找到哪里 你都不自在 做事情 做什么事情 你就在那里挑上提示 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那样 就是做事情本身 又产生种种伤害 事实上 人生找到哪里 你做什么事情 一点关系都没有 按照佛法对身边的认识 像一个圆满的球一样 圆满的球 它不是一个平面的 也不是一个立体的 平面的 它是需要依靠 需要依赖 很多人 需要依赖一个东西 它依赖的东西 就像一张纸一样 它的身边很脆弱 很微薄 没有深度 当你想起来 自己最深的经历的时候 常常只是流水战 大家写传记啊 你要写字传的话 写下来 一看就是一本流水战 就是我哪一年 哪一年在干什么 哪一年 哪一年在干什么 时间上很难重复 同时做两件事情 基本上是想不到 我们总想到 我哪一年在哪里打气 那个时候怎么样怎么样 只能想到打气的事情 就没想到打气的时候 还在做别的事 就是整个生命下来 穿插的一些故事 全部都是一张平面上的纸 你如果在这上面 在图上几下呢 这个纸也看不清楚了 一片糊涂 所以回光很多人的生命 事实上它是一个平面的纸 是脆弱的生命 它需要有个依赖 一张纸是站不住的 它必须要有个靠山 靠在那里了 它就站得住了 而当它那个靠山倒掉了以后 它这张纸一定会倒掉 所以有些人感情挫折了 就跳楼了 有些人股票跌掉了 也去跳楼了 有些人足球没有赢了 他也跳楼了 每年世界杯的足球啊 都有人跳楼了 都有人打架 都有人为此心脏病爆发 就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它们的生命所依赖的重点 就只有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倒了 它的生命就靠不住了 第二种是立体的生命 就是像我们大家做的这里 它有深度有厚度 它可以自己站得住 那就是像有些人 他虽然感情没有了 但是他事业在 他要为事业奔满 事业也没有了 他有亲人在 他要为亲人去 亲人没有了 他有朋友在 朋友没有了 还有责任在 就是这世间呢 它有很多的面 每一个面 都是你生命的一种力量 我们不要觉得逃避 就是最好的办法 其实逃避 是让自己变得更加脆弱 无论你对待痛苦 还是对待快乐 你只要逃避它了 你的生命就越加了 佛法师看到 哦 这都是我生命的 本来面目 这是你生命的一个部分 它也可以作为 你生命的一个支角 它可以撑着这个生命 活生生的活着 但是立体的生命 如果在强大的外力推动下呢 也可能会倒掉 就像一个杯子 也可以把它推倒 那是什么原因 因为他所依赖的 这几个面 全部没有了 就像汶川地震 有一个人家也破了 人也亡了 钱也没了 这一切都没有了 他所依赖的好几样 事业也没有了 这下他垮掉了 他还是承受不了这种 沉重的打击 所以呢 佛法告诉我们 一定要成为一个 圆教的生命 圆融的生命 圆融的生命 圆融的生命是什么生命 就像一个球一样 你所有的 这个球身上 每一个点 任何一个点 都是你生命的重心 这一点很重要 每一个点呢 都是你生命的重心 如果大家要问 地球的重心在哪里 你可以告诉他 脚一凳在这里 因为如果地球是圆的 你的任何一个点 都是地球的重心 不会特殊的 是哪一点 那么一个圆的球呢 也是如此 它任何一点都能支撑起 整个球的重量 那么圆教的生命是什么呢 就是 你的生命的任何一个点 都能够含射 你的全部生命 禅师为什么 吃饭也那么开心 喝水也那么开心 开朵花开了 它也能够悟到 因为他在这一点上 看到了全部的生命 而不是一定要跑到哪一个 金币辉煌的宝座上面 才显示他的尊严 一定是你在最简单处 任何处 没有退路 没有进入 任何一步 任何一个状态 任何一种心念 都是你生命最圆满的展现 因为这种展现 它含射了你生命的全部内容 就像求养圆满的人生 所以求永远不会倒 只会倒 杯子立体的东西也会倒 但是求既有面又有立体 它不会倒 圆教的生命就是这样 所以事实上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到今天为止 我们也永远不会倒 我们不知道 体会不到 就像一个球摆在你面前 你只能看到它的一个面 却看不到它是一个圆的 我们只看到我们生命的一个面 比如说是男是女是老是少 是有文化没文化 有修行没修行 你只是看到这一个面 你是看到了 别人也看到了 但是你的生命 别人看到的一定没你自己多 你自己了解的 远远比你的表面 外在要多得多 但反过来说 你自己了解的 也可能没有别人了解的多 特别是佛陀 祖师大德 圣人 是比我们境界高的 智慧高的人 他对我们的了解和观察 就比我们自己要了解的更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 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圆教 就是一个圆满的球 圆融的 那我们自己了解的成分有多少 所以放开手脚要怎么放 就是只有你看到 你的内心是一个圆满的球 你的整个生命是一个圆满的 你在这一时这一刻 无论打哪一个妄想 你全体的思想神圣的境界 就在这个妄想上呈现出来了 但是任何一个妄想 都不会在你生命中停留太久 打完妄想 它马上就过去了 就像一个永远不停的 在滚动的球一样 我们大家看看 哪个妄想是很伟大的呢 你打一个很伟大的妄想 你打完以后 说不定后面紧跟着一个 就是很小人的妄想 生怕别人会笑话我 生怕会 自己会怎么样 是不是说错话了 就它会有很多 不良的妄想紧跟着在后面 所以 放开手脚 认疼疼疼疼 是接着昨天讲 回转 回转 根层凝利利 对应 因为你只有 都破除了平面和立体的这种我值 平面是一个脆弱的自我 很伤心 很需要依赖 很容易受伤 立体是一个强大的自我 傲慢 无理 不听话 难以调教 所以言福提众生 刚强难调 基本上都是立体的 他自己三个叉 一支撑 这个刮风下雨都不怕了 天下人 有人讲什么 这个 找自己的路 让天下人去说 自己是立体的 还有人更厉害了 我要找别人的路 让别人没路走 就是这种 它所谓立体感很强 但是并不是圆满的人生 不是圆球 不是一个圆形的 所以 佛法让我们看到的 就是 你能不能 把这种 以自我为核心的 那种感觉 严重的 失衡的一种心理状态 要给它 消除掉 以自我为核心 你想想 有多少失衡呢 我们一个人有多大 这个世界这么大 这么多人 你以自我为核心 你不是找死吗 把自己当作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来 其实所有的众生 都是这么傻 有个比喻啊 讲得很好 说在地狱里面 有个人呢 就看地狱里众生很苦啊 就给他煮了一大锅的很好吃的东西送下去给他 结果呢 这个每个人发了一双 比他身体还要长到筷子 让他们去吃 他手他这么短 筷子比身体还要长 他加起来怎么吃都没办法吃 所以地狱的人就是这样 后来他 后来他 又把这一锅东西 你看地狱的人没得吃了 就送到天上去了 这个天人呢 他一看 他拿着筷子 夹起来正好递给对方的嘴里 对方夹起来就递给他嘴里 大家都把他吃光了 所以天人比较聪明啊 最有的吃 实际上以自我为核心的人啊 他是受苦的 越是自我核心 他的生命的 这种失衡的感觉啊 就越严重 凡是心里感觉苦闷的 无一不是从内心中生出来 就如果你不是为了自己 你一定不会痛苦 无论在什么环境 什么人事当中 因为你本来就不为自己 那受点伤也没有什么受伤的 你不为自己还能受伤吗 你为自己得不到了 那就受伤了 那就难过了 那么严重失衡的 这种自我为核心的状态呢 如果不给他超越出去 那我们就无法回到 更成世界来 名利利洒脱自在 你想这个事情啊 就是 解除 以自我为核心的 这种自我认知的感觉 有多难 实际上呢 我们最怕的 就怕自己好像什么都没有了 始终舍不得 这点也是很矛盾 也是一个大家以后在修行过程中的 两大矛盾之一 第一大矛盾就是 我们每天学习教理都知道佛法的核心内容就是借定慧 就是定和慧啊 定慧等值是你真正修行的 是我们每天都要追求都要增长的道业 但是定慧现前呢 你却不习惯 你却不停的来搅乱自己 不要定 明明大智慧现前呢 你弄一点小脑筋在那里掌掌弯 转转弯 大智慧大定力 就在你的面门 结果呢 全被你搞得面目全非 就是现前呢 你还是不习惯 这真是要命 我以前打坐的时候 我反观自己啊 最吃亏的也就这一点 坐在那里心安理得 本来什么事都没有特别好 咦 想 在那里开始想了 我这样是不是很好 这是不是入定了 这是不是空掉 我是不是再空一点好一点 他就马上在那里唠叨起来 甚至呢 有些人还怕寂寞 哎 没味道啊 坐在那里 也没见到光 也没见到什么东西 然后呢 也没有什么是非好坏 傻乎乎的坐在那里 干嘛呢 就他不知道 大定力现前 他就开始去想 我是不是念咒啊 是不是念佛啊 是不是光想空一下啊 光想身体舒服一下 哎 这样总觉得 要摔个什么救命道槽一样 抓住了这个东西才放心 把自己原本的天然大业 把自己原本的天然大业给狂飞 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在这个修定会的时候 一个极大的矛盾 智慧也是一样 其实你脑子里面没有任何的想法 很清楚的观察 你的身边的这一切 不需要用心去看 不需要起妄想的念头去 大家吃饭的时间 你自然就会去 就是说 你要吃饭 你花的那个 动的那个脑筋 可能只有百分之一而已 但是我们有时候就动了百分之百的脑筋去吃饭 把自己全部给搭进去了 你就如果提起观照 吃饭了好 你从房间里面自动出来 到那里 看到是网你这样抓起来就好 他花的心思很少很少 一点点 就是我们一个人 对付我们生活的问题啊 花的心思可能只要一点点 但是很遗憾 现在很多人大部分的精力 都花在人际关系上 家庭处理不好 这个人 关系不好 那个事情做得不好 还要搞点后门 搞点什么东西 就是他把精力耗在这里 越聪明 耗在这里越多 那他大智慧越少 实际上 这个没有念头 没有分别的时候 你在平常生活中 显示不出他有什么作用 看不出来 所谓大智若语 大智慧的人啊 在生活中看起来 特别平常 别人看了一下 一算计 哎 这个东西他会得到了 他又不想算计 大智慧的人 他不用意识去算计 但是我们大家很不习惯 你不算计怎么行呢 这一定要想算计一下 那有些人在这个一家人当中 或者说这个同修当中 有一些共同的利益 总想自己多占那么一点点 哪怕是少一点点也 心里也觉得有优越感 我们有这个习气的 如果十个东西 好东西放到一分 基本上都是好东西先拿走 他的东西先留在那里 就是我们的创始啊 是这样 但是你如果不动脑筋 他一定是会最好的去处理这个方式 不动心啊 所以在打坐当中 在生活当中 真正的大定力 大智慧现前 我们不习惯 我们反而习惯在那里 这个打小伤盘 或者让自己以为自己入定了 假设一个定的状态 让自己装在里面 觉得我现在是入定了 我一定要这样子才觉得自己入定 所以这是一个矛盾 我们没有一个人说 我修行不要定慧 我们大家都希望有定有慧 但是大定大慧现前 你反而不习惯 第二点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是可怕的 轮回啊 我直是轮回的根源 我们一定要破除我直 但事实上呢 我们又很不习惯没有我 你没有训练成习惯与无我的那种惯性 但有一天如果你习惯无我了 你就真的会真的无我 我们现在就是不习惯 所以这也是一个矛盾的 就是随时随处 你都有机会体悟无我 都有机会把你的身心世界 全部舍弃得干干净净 但是我们拼拼就那么一点点舍不得 舍掉了好像背后总要留一点 舍也是为了我更好的才舍 为了我要对涅槃 我要开悟我才舍一下看 如果告诉你你舍了也不能开悟了 不舍了 他不舍了就 他是拿一个交换 我以为我是破掉了是实用会的 破掉以后我得到一个更好的东西 这种想法 所以他怎么舍也舍不掉 不能当下去观察 无我是他的实相意 是我们生命的本来面目 实时现前我们不习惯 因为我们还有轮回我直的习惯 所以这是一个矛盾 大家在修道过程中呢 要稍微注意一下 而且呢 这个无我这个很厉害 你如果在理论上认识到无我 每天在无我的这种 教理上增长很快 快要破除我直了 然后这个白天 你提起观照的时候 那个明显的我直 就被你控制住了 你是硬给他压下去的 给他消化掉的 用自己的思维观念 把它消化掉 那感觉也蛮好 好像已经无我了 但是一旦到了晚上 你的集中的这个注意力 放松了 不全身贯注的 把这个我直拿掉了 这个我直就会借机会 过来对你产生更强烈的猛击 所以有些人 把作用功用的稍微好一点点 过段时间 他噩梦连连 什么梦都有 好的坏的 是的非的 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明显 严重到更严重的程度 在白天在晚上 还能感觉到有人来找你 有没有碰到 没有 如果有人 有黑影子来压你了 把你拉走了 你那个强烈的我直 就是告诉你 随时要冒出来 来试试你的功夫 看你功夫有多少 你功夫差嘛 一拉就说 哦 早写了 早写了 完蛋了 早磨了 早不入磨了 我直就是五阴摩 五十种阴摩啊 随时都会冒出头来 它以各种各样 你喜欢的 你讨厌的 你高兴的 你赞叹的 你景仰的 以各种各样的形式 出现出来 但它总是有一个像 表现出来 所以世间的这些像啊 除了我们自己以外 没有人能够伤害到我们自己 那么这个 这两个问题呢 如果把它 这两个矛盾看清楚了 修行起来也不是特别难 我们知道自己有创洗 我值得创洗 那我们也知道 无我是生命的本质 不是外来的 也不是我们强加给我们 也不是我们修行以后才会有 所有的人都是无我 每个人都一样 然后定和会呢 也不是很难 你在生活中 能看见事情 能找路说话 带人接物 你就是智慧 它有分别心 但是 你 不会说话 也不想找路 休息了 这实际上也是你的定 它随时随处 都能呈现你的定的状态 妄想 妄想来了 实际上妄想也是大智慧 因为所有的妄想 没有无缘无故的 你那个妄想出来 都是有原因的 那个妄想出来 第一 说明你的阿拉耶尔 有这个种子出来了 你看清 种子了 这就是你的智慧啊 妄想就是智慧啊 另外一个呢 如果大家常见功夫深一点 你那个脑子里面冒出来的妄想 除非你自己很想 比如说你很想某件事 某一个人 你没有特别想的时候 你冒出来的那个念头 它在你的人世间当中 肯定有一种外在的力量 或者说它的力量最强 你才会想到 为什么母亲 如果子女在外面有什么问题了 她会想到 说母子会连心 因为她母亲的心 外跟子女的心 子女出现什么问题了 外在的力量 是给她心里最大的压力 所以她会感觉得到 那些禅师啊 或者说天眼通 她心通的人呢 她也同样 就是比如说坐在那里 如果你感受到 本来你没有什么念头 没有什么妄想 但突然想到 这个心里怎么哪里不舒服 很可能她旁边的人就是心里不舒服 因为这种呢 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神通 就是一开始啊 包括在几千里以外的事情 你莫名其妙地想到它 它一定是有原因的 不会无缘无故 所以我们所有的妄想啊 其实都是大智慧 平常我们很讨厌妄想 世间的智慧和定力啊 随时都在我们的身边 所以放开手脚要怎么放 就是把我们自以为是的 那个我值的根先拿掉以后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所找的道路 我们所做的事情 你就完全放开了 第一 第一 这切事情都是有前因后果的 不必担心 我们自己的发心 又是正确的 我们没有发什么邪恶 伤害众生的心 有了这样的一个前提 那么 你生活中出现的任何事情 都是有原因的 这是第一 看见了这些原因 第二呢 这个 每一个行为的升起 每一个念头的升起 它不是孤立的 一个念头的升起 它一定是具足实法界的 它在这一个念头里面 一定有很圆满的内容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看到这个人很讨厌 我们大家一想你讨厌都不对啊 你说法师还讨厌人干什么 这是称恨心吗 这个称恨心一念起来 你就可以在称恨心当中 它实际上称恨心升起来 一定是具足诸法实相实如是 也具足实法界的内容 为什么这一念称恨的心 会具足这么多的内容 因为这一念心 它有一个表象 外在的像在那里 这一念心有一个作用 作用已经在那里了 不管你想哪一个心都有作用的 那么这个心升起来 对你的心 我们妄想升起来 对你的真心来说呢 你的真心没有动摇 像虚空中呈现出来的一个云彩一样 所以在这个妄想当中 就同时可以看到 体相用已经呈现在出来 妄想本身是没有生命的 然后妄想它自己 就有前因后果因缘果光 没有无怨无故的妄想 那么所有的妄想 也都不会白打 你说那是我以前打的妄想 我现在这个种子起现形了吗 在冒错一次嘛 其实它冒错一次来了 它下一次的力量就增长了 你冒一次妄想 就有一次的力量 这就种下因 来以后肯定又会结成一个果 所以念一句阿弥陀佛 你就种下佛的果 你每念都是阿弥陀佛 最后呢只能收成佛的果 其他的果就收不到了 就是它这个因缘果报的规律 伴随着你的起现动念 是非常明确的 那么称恨心生起来 也同样有前因后果 那么看我们怎么去 运用这一念心 如果你没有看到你的身边 是一个圆的 你这一念心 就会变成你对立的敌人 为什么有些休闲人 老上路上不了 老觉得自己夜上重 烦恼重 用功用不上去 因为他对自己很多 不习惯的 不喜欢的那些念头和 身体和身心 世界外在的这种遭遇啊 他一直在排斥 一直在逃避 你想逃避自己的生命 想逃避自己的夜 事实上夜是逃避不了的 生命也逃避不了 不用逃避 你只要看清楚 他并不会伤害 所有的夜 所有的世界的一切 都没有东西可以伤害我们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无我的 没有一个受伤害的人 他怎么伤害你呢 所以 这个 打七的最好的愿望呢 应该是能够把这个七打掉 把这个我子打掉 然后 回过头来发现 我们原来自以为 我的那个东西 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东西 就是 七十当中 前面的五十 炎耳鼻舌声 转换过来 成就我们的成熟做智 成就我们的成熟做的智慧 这个智慧的生起来呢 它是 润腾腾的 古人讲啊 今日润腾腾 明日腾腾任运 或者说 今日腾腾任运 明日任运腾腾 跟这个 任运腾腾 任运 跟保任 连在一起 用功的时候 需要保任 就我们讲这个 小鸟学飞一样 你这个鸟的脚子一点地 特别是大鸿鲸驰鸟 脚子一点地 它能够不积万里 那么远飞得那么高 就靠它脚子点地的那一点功夫 那一点下去呢 它功夫成天就飞出去了 但我们现在呢 是一点力气都没有 所以脚一点 一年翅膀一张 马上又掉下去了 翅膀太软了 掉下去了怎么办呢 你如果是一个狼鸟呢 你就不起来了 到最后一个残疾鸟 就修行上的残疾鸟 修行修好多年 三五年 都不受用的人 基本上都属于 修行上的残疾鸟 他点一下 马上就不起来了 你说这个 就像这个 学车的教练一样的 你这个方向板一打出了 教练一讲你 你不开了 停在那里了 你说你怎么能学得起来 你要不停地开 哪怕摔一跤也要开 其实这个翅膀张出去 软了才掉下去 正因为软了才掉下去 正因为掉下去 你才需要不停地再张开 每一次都是从这里爬起来 所以没有开悟之前 也需要保人 一念不生就是保 聊聊分明就是认 打起打亡以后 我知没有了 我知没有啊 这是你的一个对世界的主观认识 确实你打开了这扇门 你的见地你的感受 你的直觉 已经是没有我了 但是我们的 惯性 习惯性的那个自我 还不是一朝一夕的 不是说你打一个七 我你所有的我都习惯都没 那除非你以前功夫 已经用到成片了 在这里一半子下去嘛 能锁上完 虚空粉碎了 那就彻底了事 凡是你功夫没有成片 没有打到这种间接的人 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 他一定是理善透过去 然后在四项上 所以理善透过的那一刹那 那就是保 你要保的就是无我 就是空 忘记掉了 就马上需要提醒一下 一提醒 提醒了 然后脑在那里 空在那里 停在那里 死在那里 也有人一着急 就死在那里了 就像小鸟一样的 学飞 一飞去掉下来 他脚子一点地想飞了 因为害怕 他翅膀张开不飞了 下着在那里发抖了 胆小 放不开 有些人用功也是 赶紧看住 一念佛生 看住 平平看住 再用力一点 再用力一点 所有往上都不要来 千万不要来 就他不停地告诉自己 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这样 就太紧张了 你只要一提 看自己没有念头 好 你放开 放开就是认啊 放开就是寥寥分明啊 放开别人讲话 找路说话 打呼噜 有什么关系啊 你不判断 也不取舍 来也不聚 去也不留 这就是认啊 那认了一回来 你啥呀 这个呼噜打起来 还是受不了 那你赶紧保啊 就掉下去了 掉下去了怎么办呢 一念佛生 看自己没有念头啊 跟你什么关系啊 天翻地覆也没关系啊 好 这个时候 已经没关系了 没关系 你再去了解它 还是寥寥分明 不停地融入 不停地舍弃 所以 这个明白以后的保证 古人讲 今日 是 这个 疼疼任运 这个疼疼 两个字啊 用得太好了 就是 这个疼疼任运 沉出不尽的 永无穷尽的 永现出来 这叫疼疼 就万马奔疼一样 一疼又一疼 不疼得出来 这比喻什么境界呢 疼疼任运 你看我从 近来到现在 我们这个时间过来的 就是一波一波的过来 你的眼睛看东看西 你脑子东想西想 所有的境界 都是无常变化 分秒流逝 这就是疼疼 就是 你内心的境界 你所观察的世界 所对待的人生 种种遭遇 就是疼疼 六根六成六十 就是疼疼 它一直不停在那里 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都是灿那生灿那灭 灿那灿那灿那 像横河流水一样 这叫疼疼 本来世界就是疼疼的 我们的心念 也是疼疼的 问取哪则 清如徐 未有源头活水来 它活水一直是疼疼的来 不是死水 今日疼疼 你要注意任运 它本来 你看像生命之流 流过来了 你能不能在生命之流上 顺流而去 还是被它淹没了 大部分的人是 没办法疼了 扑吞两下 下去是蹭土 上来就是蹭杆子 死掉了 不会游泳的人 你对生命之河 也是这样 前面的根层石来了 一下子就被它淹没了 还够呛 今天又哭鼻子 明天又闹情绪 全部是被生命之河淹没了 你不能任运 那个会游泳的人就知道了 他在水上就是任运 他想躺着就躺着 想痒着就痒着 想握着握着 想挖勇就挖勇 想什么样就怎么样 他能够任运 越高明的人他越任运 越不会的人他任运不了 所以今日疼疼任运 这是在待人接物 人生之流当中 不会被淹没 这位用功怎么用呢 就在你六根门头用 真能放开手脚 我不会游泳 我听他们会游泳的说 如果你掉到水里 就算不会游泳的人 你只要不紧张 把嘴巴闭起来 他等下就浮起来 我想我没试着看 看有没有这个胆量 但是你一紧张好了 人家手满脚乱 东扎西扎 人家救你的人都救不了你 都被你叫什么 实景实景的捆住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手脚放不开 记脚太多太多 左顾右胖 前顾后章 总是不能使自己的这颗心 完全安颜下来 所以疼疼任运 就是你一定要认识到我们的生命 绝对不是你塑造一个环境 就能解决问题的 比如说我出了家 我在庙里是不是就已经安老了 不可能的我告诉你 也不是你找一帮人 往那里一打坐我就能开悟了 这帮人都是防护 谁能开悟啊 但是疼疼的境界马上又来了 在这里可能很快两个气过去了 你一回去又是红尘滚滚 他们要滚滚我们要疼疼 你比他还厉害 他滚就被动了嘛 我们疼是很主动的 所以在第一个阶段呢 一定是看到疼疼的境界来 我们认运 就是你有保认的功夫 先保然后认才能躺得上认运 认运自在 你保都保不住 那个鸟翅膀都张不开 你说想不积万离 那是做梦子 是不可能的 所以做功夫呢 只一定要下点功夫 那么 这个要锻炼这个翅膀啊 也最好就在你的腾腾当中去 在你每一个最近来 每一个涅头来 你都能在这个上面 傻不自在 这是第一个阶段 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呢 他就能够 任运腾腾 腾腾任运 是外在的境界自然流下过来 你能够很主动的在那里 随缘 当你任运腾腾 就是你 保人的功夫 无论是什么境界 你想怎么展现 就怎么展现 展现出来的是 从从无尽的 滑胀世界 所以这个任运腾腾的任运 从心理上说 我们每一个涅头 你都可以随便选择 任何一个涅头一升起来 这个涅头就可以打开十法界 在十法界当中 你又马上可以选择 是佛菩萨的法界 还是防腐的法界 还是禅定的法界 你想表现生气 就是生气的样子 想表现阿修罗 就阿修罗的样子 想禅定你 就马上禅定的样子 这叫任运腾腾 首先是任运自在的 所以懂得天台原教的人呢 他就知道 他就知道这一涅心具足 三千诸法 任何一种境界现前 都是最佳的选择 没有其他的选择 对于这个 一涅心打开十法界的 这个状态呀 天台的别教 它有一个名词叫无量是地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世间的语言文字 还有我们的思想 我们大家的想法 任何一个妄想 任何一个字 它就具足 实法界所有的内容 任何一个 我们现在普通的想法就想 我觉悟了就跟佛相应 我要没有觉悟呢 我是度众生 我就跟菩萨相应 另一他人 我要是自己 傻说自在 那就是跟罗汉相应 我如果成上 就跟天人相应 我如果自以为是 那就跟阿修罗相应 我如果有正义感 那就跟人相应 我傻乎乎的认在那里 就跟畜生相应 那我心里面有不满的感觉 就跟恶鬼相应 我生气了 那就是跟地狱相应 那按我们平常的 相对应的十种情绪 跟实法界 是这样对的 但是对于一个 任怨疼疼的人来说 他这一灭心 生气了 生气本来是 跟地狱相应的 生气这个地方 他在生气这个地方 这一个面头当中 同时能打开十法界的 就像我们这个房间 是四通八打的 我们平常的房夫 从来没有到过圣人的房间 就在六道里面 这几个破房间 张房间里面滚来滚去 那现在你把它打通了 十个房间你都来去自在 实际上它的内核是通的 为什么内核是通的 因为核心就是我们自己 核心就是真如 就是我们真心 就是我们的佛心 十法界的核心 都是这个东西 所以你一旦明白了 认识到无我了 到哪里不一样呢 你自己家里有十个房间 哪个房间不是你的 不一样呢 有的房间装饰的简单一点 有的房间装饰的豪华一点 你想在哪里就在哪 所以佛菩萨在人间 在地狱在天堂 他绝对是自由来去 没有一点隔阂 所以任运腾腾的人 他外在的表现 或者你内在的这个起心动念 每一个心的生起来 他可以展现十个法界 那么在这个时间当中 你想教育这一个人 比如说这个人需要通过称心去教育他的 实际上你背后这一个菩萨的慈悲 你就从称心的门打开 把他设置进来 他在你这里就能得到菩萨的 如果你能够打他 骂他 教育他 或者你赞叹他 或者他通过禅定的方式 让他能够正得解脱 所以这种种境界啊 世间一切法 无不是佛法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没有把这个 第七是打破啊 这些全部成为美梦 你要是打破了 那就是你真实的人生 所以放开手脚 认腾腾很重要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专言佛净土 专言佛净土 上报四从恩 下祭三土谷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敬此以报身 敬此以报身 重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